这个主角有多牛,竟然敢在洪荒世界开创道场,并且直接将红军的弟子全部收入门下。 这不是福西大哥吗?你怎么也来了? 侯大哥,听说前辈在此地开了道场,在此修行一年,方可抵外界,修行千年,我也想在这里修行。 福西大哥,用选请按照你后面这个牌子的标准缴纳法宝,你是大罗金仙境,需要交五件仙天灵宝才可在此地修行。 卧槽,我的法宝都被女娲小麦给收了,就剩下一件仙天至宝太极土,这可撒稿啊。 侯大哥,因为我的家庭情况,你也知道的。 哎,打住,福西大哥,我们这里可不是选秀现场啊,卖惨是没有用的,我们这里是正规厂所, 必须按照正规流程来。 福西大哥,你靠我那么近想做什么,我可是正经的猴子。 侯大哥,这不收山是我的地盘,难道不能给个面子通融一下吗? 算了,这个烂盘子我就收下了,下次可不允许了啊,福西大哥。 侯大哥,这不是烂盘子啊,这可行了。 福西大哥,快进去修炼吧,别耽误了时辰,我们也要忙了。 没时间陪你在这里扯了。 奇怪,近日怎么这么多洪荒生命聚集在我不周山,我得跟上去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。 洪荒第一道场,什么鬼? 傻机,又来人了。 你们是何人?竟然私自在我不周山建立道场。 六尔师兄,看样子来者不善啊,而且此人还是一名贩布会员大罗金仙的强者,我看还是把老师请出来吧。 先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吧,老师正在睡觉,不要轻易打扰老师,气势很重要,我们可不能给老师丢脸。 问你们话呢? 傻机,记住,声音越小,气势越大,气势不能出。 你们两个是龙了吗?让半天不说话。 你科姆生带落家里了吗?说话能不能大声点? 他说话也很小声啊,为什么你只抓我一个? 傻机,你在这里等我,我去叫老师来。 老师,老师,不好了,有人来砸场子了。 什么回,有人来砸场子,你们对付不了吗? 老师,那个人是半部会员大罗金仙境的啊,我和傻机都不是他的对手,现在傻机还在他手里,老师你快出马吧。 老师,你跑错方向了。 不是单救兵去了吗?你老师呢? 老师,老师他为什么要往反方向跑呢? 啊,我又误了,老师这招叫幽敌生物,在道场不方便动手,肯定是想把这个人引到其他地方,然后再解决掉他,一定是这样的,老师真的是太牛了。 我老师他,啊,不对,我要是直说老师往那个方向走了的话,他肯定不会上当跟过去,还是给他一点提示好了。 那臭猴子手在那指什么?难道是想告诉我那边有什么东西,让我过去看看吗? 快点啊,我指的手都酸了还看不出来吗?